提上短裙 披上西装 26岁的职场女白领 大概没人不喜欢吧 这是一八年超治愈的纯爱番 开剧缺断关系 全程高田不断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纯粹且美好 陶赖成海在录制第一天 因为脑中没想而摔过头 好在紧赶慢赶最终没有迟到 秦同是小柳作为前辈来接待陶赖 他概念的模样让陶赖十分崇拜 尤其是那当年羡慕的打欧派 在参观公司新环境时 陶赖却遇到老熟人红松 下意识的搭话尽让陶赖冷汗直流 他胜败红松截断他的私生活被人指向 可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红松在看到陶赖后 尽管他这次下集慢赞还去不去 陶赖打死也不想被神秘人发现 他是老二次元的身份 哪怕是家人或者亲密友人 都不知道他是宅女的事实 只有红松是陶赖可以无所顾忌 暴露宅女身份的对象 因为红松也是一个重度游戏宅 是不玩游戏就会死的那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红松是比男朋友还要重要的一人 另外恋爱的分手原因 就是男友不能接受陶赖是宅女的事实 所以为了避免尴尬 陶赖才会辞职来到新公司 他发誓绝不会让下一任男友 发现他是宅女的身份 红松表示不能理解 竟然害怕被发现 只要找一个能理解的男友不就行了吗 可陶赖就觉得能理解的男友肯定也是一个宅男 宅男真的恶心 他才不要 话一致辞 陶赖还没有听懂红松的话外语 一直以来陶赖都是很容易爱上别人 但眼光却很差 他总会憧憬电视剧里的浪漫爱情 虽然有着丰富的恋爱经历 可却非常迟钝 只要别人不说 就绝对发现不要别人对自己的情感 红松暗恋着陶赖 他很少会将情感表露出来 所以在陶赖扒开自己眼睛 就能红松长相不止他的菜后 他就不再多说什么 而因为玩游戏的时间更长 所以他的朋友特别少 从小就一直被陶赖护着 他那活泼开朗的性格也一直在影响红松 前辈话曾很羡慕红松有这样的情媚竹马 毕竟没有人能拒绝陶赖这样粉粉的女孩 真的没人能拒绝吗 红松也感觉自己该前进一步了 正好陶赖在今晚六点要请红松喝酒 可因为顾着刷手机 以至于下班时间还得加班 红松没有催促陶赖 只是练到几句便坐在一旁陪着他加班 后来两人来到居酒屋 被店员误会称是男女朋友 红松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默默地陪着陶赖玩起游戏 脱了红松的福 陶赖拿到了超稀有的游戏道具 他忍不住感慨 果然最需要的还是红松啊 既然如此 那选他做男友不就好了吗 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陶赖错愕 红松表示打游戏刷怪 是他陪着 加班他也等着 他既不会让陶赖失望 更不会让陶赖哭泣 陶赖总是抱怨 为什么他倒是遇到渣男 说到底 只要选他就不会找错人了 最重要的是瞎之慢赞 有人可以陪他 他的兴趣 他的爱好 他的一切 红松都不会嫌弃 也愿意与之陪伴 听完这些话后 陶赖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这样 宅男夫女的交往 正式开始了 可预想中 甜甜的恋爱没有到来 半括试炼期的第一天 陶赖就躲着红松 从最要好的宅佑 摇身一变成了情侣 这巨大的反差 一时间让陶赖不知道要如何相处 外人都以为两人吵架了 身为前辈的小六 认为陶赖这样的行为 可能会让红松伤心 可宅男夫女之间的相处 哪有那么多傲娇 红松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伤心的人 花仓表示 陶赖虽然工作不行 我怕还笑 可长相甜美可爱 真的让人喜欢 所以建议红松 还是好好去谈谈 不要不懂得珍惜 而小六也建议陶赖 去跟红松谈谈 他超羡慕陶赖 找到红松这样的游戏窄 工作能力强 还不划心的样子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对象 可陶赖觉得 如果只看脸的话 其实他觉得花仓比较帅也 话音刚落 只见红松就在他身边 隐沉着脸 交往第一天 就被女友嫌弃 这是何等的耻怒 小六看到气氛不对 于是连忙出来缓解尴尬 但花仓却觉得 这是红松跟陶赖两年的事 不需要小六插嘴 多管闲事 恋爱矛盾 突然变成职场纠纷 陶赖不想参与其中 找到机会 赶紧开溜 可他却忘了红松 还盯着他呢 但预想中的暴怒并没有出现 红松居然向陶赖道歉 他后悔自己表白 让两年产生距离感 如果没有告白 两年应该还是无话不谈 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尴尬 陶赖沉默了 他猛地转身 扑向了红松怀里 他知道红松是一个 不善表达的人 可为了自己 已经很努力了 陶赖觉得很开心 被人在乎的感觉真好 所以他也会努力尝试 即便害羞 也不再躲避 没有流动连连 而是撒脱的传递情感 这样的恋爱 也太甜了吧 就在两年甜甜蜜蜜的时候 华仓和小六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让陶赖不知道的是 其实华仓和小六 也是一对情侣 并且两人跟他们一样 也都是阿宅 这次 宅男妇女的恋爱故事 才即将展开 小六花子虽然长相普通 可身材却异常的好 然而性感能厌的外表下 却是一个喜欢 扣死男性角色的扣瑟 自从被新同志陶赖 发现宅女的身份后 他便很干脆的坦白 两人还因此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可随着这些时间的相处 小六发现 他的男友画仓 好像跟陶赖更加合适 而陶赖的男友红松 似乎跟自己才更加般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花仓虽然长得有点可怕 但其实内心温柔 且很会照顾人 可他与小六两人水火不容 经常一言不合就干架 他们解释 这是爱的纠纷 男儿同样身为窄男的花仓 却不愿意坦白 自己是窄男的事实 他觉得这是一件 很丢人的事 所以他跟陶赖一样 都在隐瞒自己身为阿宅的身份 而且花仓还说过 陶赖这样粉粉的女孩 恩少有人不爱 可事实上 花仓甚至朋友妻不可欺 对于陶赖跟红松两人的恋情 他就像老父亲一样守候着 觉得两人太过于较心 平常都不见两人吵架 这两人恋情实在太平静了 虽然都是阿宅 但兴趣爱好其实并不相同 所以只要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矛盾自然就不会出现 陶赖是这样想的 然而 红松只是觉得陶赖 已经晚期了 跟他吵架 毫无意义 话音刚多 陶赖就立刻跟红松撕的起来 吵架是每个情侣 都要经历的必须课 哪有不吵架的情侣啊 重要的是 在吵完之后 两人试图会恢复感情 红松的办法很简单 他会满足陶赖的一切要求 哪怕是女装 也没有丝毫有欲 花仓还差点被红松的美色诱惑 就连小小的知名COSER 都对红松的女装才没有加 于是他也想到花仓女装 来满足他的小癖好 但花仓的内心十分拒绝 可是在无法拒绝先临手办的诱惑 最后只能闹老实实 穿上女装 充满身体 好在四人都是阿宅 并没有人嘲笑花仓 只有他自己觉得很可耻 而今天又是聚餐喝酒的日子 小柳比以往醉得要早 他肚嫂陶赖跟红松的恋爱 没有激情 两人交往就要躲起那点 但陶赖却反驳小柳 为何不跟花仓好好相处 两人总是吵架 花仓只觉得他们彼此是老交情 没有关系 可在酒精的刺激下 小柳却情绪爆发 觉得关系大了 两人平常总是会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吃吵架 一直到自己说说话的逃来 赶忙远场 询问两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 钻逼自己都急着交往的时间 但却忘了是谁先告白 两人都指向了对方 一言不合又要赶张 小柳觉得花仓一点都不难能 为了让他吃醋 他顺时借过红松递来的水杯 故意倒在自己的身上 一脸魅惑地看着红松 要不要帮他查试 过完花仓着急的 他生气了让小柳 别给点阳光就惨淡 这也让小柳的暴脾气 彻底爆发 他喜欢的是温柳的白马王子 而不是花仓这像通缉犯的样子 不甘失落的花仓也表示 他喜欢的是小小可爱的女生 而不是像他这样抱脾气的大仇女 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揭穿彼此 花仓喜欢的 就像逃来这样温柳可爱的南华妹妹 而小柳喜欢的 则是像红松这样沉稳英俊的男人 气氛变得极度尴尬 逃来就要继续打圆场 让两年都想想彼此的优点 然后和好 可花仓在盯着小柳 看到半天后 想当的优点竟是他欧派 无尽的委屈突然涌向了小柳 他扑倒了花仓 可这一次没有再与他争论 反正他永远也不可能 变成温柔的南华妹妹 小柳转身离开的聚会 逃来赶紧跟着过去 真舒达姐姐的形象 荡来无存 此时的小柳就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 他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外表 看起来那样充满自信 在与花仓交往的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在担心花仓 是不是只是妥协的去选择他 因为身为阿宅 与正常的交往会有很多麻烦 无法理解的兴趣爱好 只会增加矛盾发生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出现 阿宅的最好择偶标准 就是找一个阿宅 这样相处起来也比较容易 小柳担忧全被花仓听见 他能逃来先回去 小柳没有反对 他决定借着这次矛盾 来听听花仓的想法 那么花仓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外面有着大欧派的阿宅妹妹 其实很多 比小柳优秀的女人一抓一打吧 如果他愿意的话 早就应讯大欢 觉得受到乌弄的小柳 气得不轻 可花仓并没有显摆 嚣张的意思 而只想告诉小柳 他绝不是因为妥协 而选择他 他不会说温柔的话 但却知道他爱的人 到底是谁 最适合他的人 到底是谁 一切的不满 随着一个拥抱 全都消散 然而小柳的话 却牵动了陶赖的内心 他突然在想 难道洪松与自己交往 也是因为妥协 在选择他吗 一直以来 自己情长都十分失意 刚失恋的他 被洪松突然告白 表示可以成为陶赖的依靠 两个运赛主 在开始的交往 但缺了关系后 很多感觉都跟以往 变得不同 以前小时候 去洪松家里玩游戏 挺自在的 可现在来洪松家里 只有紧张和害羞 虽然自己并不讨厌 这种感觉 可当洪松真的贴近自己的时候 他还是手无足措 心中的小柳疯狂乱撞 当洪松只是为了 拿游戏手柳 陶赖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感觉好像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后来同事过来留宿 陶赖才知道 原来洪松不止邀请自己一人 洪松表示 他是第一次 这样乐乐闹闹的玩游戏 感觉很开心 陶赖有些不满洪松的指南行为 明明随时都可以叫他过来 却偏偏要让人搅局 不过想到只要洪松能开心 其实也就没那么生气的 可很快 他就发现了洪松的一个秘密 险些 让他起得吐血 其依然是小小想去洪松的房间摊宝 宅人的房间 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大宝贝 洪松没有拒绝 让他们随便 然后整个房间都翻遍了 请都没有找到所谓的大宝贝 不管网络变得多么发达 在日本 有一种以指挥为媒介的娱乐文化 是绝对不会衰退的 这是日本人最重视的情绪象征 所以洪松到底 把它藏在哪里 本来还兴致勃勃 陪着小小寻找的陶赖 突然被强规伤的手办吸引了目光 然后盯了没意义 他突然感觉貌似 又被打击到了 于是当手办 全部棉皮丝过 气死了气死了 洪松也没有隐瞒 自己喜欢打欧派的事实 要说跟陶赖交往 没有妥协 那是骗人的 可他之所以喜欢陶赖 是从小到大积攒的情感 在洪松房间有个箱子 里面放着很多以前的玩具 和卡牌游戏 这些东西让陶赖很是怀念 以前也学朋友收集过 可现在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那他不知道的是 箱子里的收集 全部是陶赖跟洪松 交换而来的 小女孩喜欢的卡牌 只要可爱就行 根本不在乎强弱 然后洪松也不在乎卡牌的强弱 只要是陶赖给的 他都会喜欢 他没有责怪陶赖忘了这些事 因为从小到大 陶赖跟他就不一样 他有很多朋友 心情爱好广泛 重要的东西也有很多 所以会忘记事实正常 一直以来 洪松的世界都只有陶赖一人 在明白洪松的情感后 陶赖只觉得自己很过分 他想要跟洪松保持公平的关系 之后对洪松 他才会不想掩饰 不想忍耐 同样他也希望洪松可以这样去做 为了表达歉意 陶赖请求洪松打他一巴掌 那小小气 谁知洪松这阿宅 竟毫不犹豫地答应 陶赖怂怂了 怎么办怎么办 难道深恨陶赖的洪松 怎么可能会伤害他 他也是男人 也会想要跟自己深爱的女人接吻 这对陆基尔的浪漫 让陶赖羞红了脸 陶赖的担忧显得有些多余 可在没过多久之后 洪松自己也开始担忧 陶赖跟自己的感情 他总感觉 陶赖其实并不爱他 他询问陶赖会不会为自己吃醋 如果他和其他女生一起喝酒 或者纠缠在一起的话 难道陶赖思索片刻后 就表示不会有这种事的 他完全想象不出来这种场景 他对洪松很放心 明明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和洪松就一直在思考陶赖说过的话 记得以前他讲过 要跟没打算跟洪松谈恋爱 和他做恋人也太浪费了 毕竟两人是最熟悉的宅优 既然浪费 为什么当时还要接受告白 陶赖是洪松的初恋 很多事情他想不明白 他只知道他从小就深爱着陶赖 可两人现在相处的模式有些奇怪 于是洪松找到华仓 想问问他跟小柳私下相处 是什么模式 一起吃饭一起玩游戏 节假日一起出门 就很普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跟洪松和陶赖应该一样 然而小柳却埋怨华仓 接假日才在家里看动漫 根本没有陪他出门 为了安慰女友的不满 华仓答应这周日 全部听从小柳的安排 看着两人相处的过程 洪松觉得 他和陶赖不是这样的 两人约会的地方 全都是二次元圣地 没有去看过电影 更没有去逛过街 陶赖也不会责怪洪松宅在家里 就算哪门子约会 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 洪松干脆直接来问陶赖 他和以前交往过的男友 会去二次元圣地约会吗 提到过去那些渣男 陶赖瞬间变脸 毫不犹豫的回答 不会 这是不可能去的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自己是一个自身宅女 所以约会都是普普通通 去看电影或者去游乐园 那么周日一起去游乐园约会吧 突如其来的邀请 让陶赖有些惊讶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洪松的邀请 可没想到等约会时 洪松却给这次约会 全名为束缚约会 只要提到关于二次元的词汇 就得罚款 他希望陶赖 该跟他约会的时候 多一些紧张感 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是想陶赖 以对待以前男友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 他没有想到自己 才是陶赖最特别对待的论人 因为吃醋而忽略的陶赖跟他相处是最舒服的 他不需要在洪松面前伪装和隐瞒 可以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 他就是阿宅又怎样 洪松不也是一个阿宅吗 娘人有着共同的话题 可现在却被要求不能讨论 洪松目的达到了 但他却发现 自己突然不知道 该和陶赖说什么 洪松的烦恼被陶赖一眼看穿 他让洪松不要在意 话题随处投逝 果然在不及烦恼这些东西时 娘人在游乐园玩得很开心 虽然陶赖被罚款了好多好多 但他一点都不在意 还想带洪松去鬼屋 看他出糗的样子 可陶赖因为十分紧张 竟然人群中拿错了人 登上车后才发现 见诸华三前辈 两人同时陷入沉默 看着女友拉着别的男人远去 洪松本想离开 可却被萧柳邀请上车 只让他的男人被别的女人带走了 其实萧柳和华三会出现在这里 全都是因为陶赖早就告诉他们 这周日 洪松要跟他去游乐园约会 他其实早就觉得两人的相处模式有些奇怪 跟一望他恋爱的时候完全不同 虽然洪松有些云木疙瘩 但也不希望改变洪松什么 谁知这木头竟然主动要求约会 他自然是开心无比 他晚才不是不爱洪松 而是因为太矮了 在发现身边坐在华苍前辈后 逃了明明十分害怕鬼屋的环境 可却闹双手紧紧抱着自己 他十分担心因为恐惧 会不小心握住华苍的手 因为他不是洪松 可这些细节洪松并不知晓 他只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 和平常一样和以前一样 陶莱跟他在一起真的快乐吗 但小六就觉得他们的感情正在稳定发展 不用操之过急 也不要去跟别人对比 用时和两人的速度慢慢来就行了 听到这话 洪松本来有些焦躁的内心 稍微变得平静 束缚约会在黄昏也迎来结束 陶莱终于可以唱首预言 果然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现在这种感觉真的超安心的 洪松认为就这样维持现状也不错 随后他收到陶莱送来的礼物 是一对耳环 突然他发现陶莱耳朵也带着同款耳环 可他什么时候去打的耳洞 原来陶莱听说只要带上耳环就是大人 真和洪松很早以前就打了耳洞 他一想看看变成大人后的洪松 所以就选了这个情侣耳环 在得知陶莱是为了自己而打的耳洞 他再也无法控制情绪 激动地把他搂在怀里 其实陶莱不知道的是 洪松的耳洞也是为了他打的 但是很久之前 他见到陶莱的男友耳朵打动 或许是出于羡慕嫉妒等各种情绪 他为了成为大人 也给自己耳朵打动 和巨大的疼痛 让他眼泪都流了出来 但更多的还是心痛 所以回到现在来看 真的是什么都没改变吗 现在的他们 彼此都喜欢做着喜欢的事情的对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会变得更加自然 纯粹且美好 阿宅的恋爱真男 这个名字偏我吃着巨多狗粮 强烈要求改名叫做 阿宅的恋爱不难 据说原作作者本身也是一个御宅 因为在漫画专科学校练书 所以结识了一群御宅伙伴 于是之后 便有了这个以御宅梗 与大众能接纳的恋爱故事 混大结合的纯爱作品诞生 当初一闪而过的灵感 手值是舔到爆炸 这纯爱也真的太好刻了吧